今天呢,咱们接着讲这个ChatGPT 我之前呢,做过一个ChatGPT写爬虫啊,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有人问我,说这个ChatGPT编程是不是只能写爬虫 这个不是啊,爬虫是为了帮助咱们去搜集啊 这个或者说获取数据 那数据来了,你得分析啊,对吧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个在数据分析的过程当中 我们拿这个ChatGPT来帮忙,这样的一个事啊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啊,首先应用场景 这个有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呢 就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这样主题啊 要把它这个挖掘出来 这实际上是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信息环境是相关的啊 这个叫做信息过载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没感受过,什么叫这个信息过载啊 我弄了一张这个题图 这是咱们今天啊,这个直播的一个题图 你可以看到啊,这里头这个书籍,论文 然后你面对电脑,这里面还少画了一东西 手机,对吧 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向你涌过来 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呢,把这些东西啊,归成几堆 找到其中啊,我们最感兴趣的 然后去这个阅读也好,怎么样去这个观看也好 啊,这个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要把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挖掘 其中的一个应用场景,别的还有好多啊,这个我们只是站在用户的角度 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去这个挖掘出哪些主题 然后呢,去看那个定向的主题上的那些文章 这是应用方式之一啊 然后,哎,这个怎么做 我在我自己的书里头啊 这是我那本这个,这是我那本书啊 这个叫做数益有道啊 2021年初 这里面专门你看到有一张 7.3,从海量文章中抽取主题 这个东西我们当时就给大家讲了整个的代码的实现方法 有小伙伴可能看到这想跑对吧 说这这讲代码的不听啊 这个以前啊,你要想做这样的东西 确实你是需要学代码 学代码免不得啊,从hello world开始 对吧,然后经过几天的辛苦努力 跟一系列的报错做斗争之后 决定放弃啊 这是以前的一个常规的学习的常见路径 但是现在有了新的这样的方式啊 你就未必非得啊 从入门到放弃这样来这个 学习这个相关的代码了 呃,我们现在得看一看 我们究竟这个目标在哪里 如果你的目标 好比说你是这个专业的学生 好比说数据科学 对吧 哎,你就是要掌握这个方法 那对不起 老老实实的看书上课啊 或者是到哪去看这个视频教程 来学习这样的一个 这个怎么用代码来做这个事 但是我们说有的小伙伴实际上 他是自己要在做研究 或者自己的工作当中 就是要解决一个眼前的问题 实际上将来也没人去考试 去考他这样的代码啊 是不是每一行每一句都明白 实际上你去考现在的这个程序员 有的也未必能做到 说每一行代码都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什么 大部分人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也是要去参考别人的样力的 有的时候也是一段一段 甚至一个函数一个函数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 这个把它抓过来的啊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ChatGPT 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一个事 就是你你会看到 咱们从头到尾 一行代码你也不用写啊 不信你就来这个看一下 但是我们要达到的效果啊 至少得是跟书上交给你的方式是一样 好 我们来看看啊 都有哪几个模块 今儿今晚的直播啊 分成以下这几个部分 第一个样力数据 第二个描述统计 第三个主题挖掘 然后呢 还是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个流程啊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样力的数据 实际上啊 这个数据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 现在毕竟是一个开放数据 大数据的时代 对吧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数据 但是呢 我我比较懒啊 对吧 你让我去找我 我懒得找 所以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ChatGPT啊 你帮我生成一个样力数据 我哪里先玩一玩 对吧 好在咱们今天做的就是一个从文本抽取主题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限于这个数据啊 非得是这个真实 只要你是这个自然语言的就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 所以我就让ChatGPT帮我做 我怎么让他帮我做呢 我这样来说这句话啊 我说做一个CSV文件啊 分成两列 第一列写新闻机构名称 第二列是对应发布的新闻内容概述 随机生成100行内容 那这就是咱们让他去给咱制造数据的方法 然后他就按照这个方式给我在这生成 这是一个这个CSV文件 然后这可以把它整个内容拷贝出来啊 呃 但是你发现我在上面打了大量的这样的这个马赛克啊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咱们现在是生造出来的内容啊 这个内容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在这去这个展示 不然的话这就成了我们说哪个新闻机构发布了哪个新闻 这个这将来可是这这这这个担不起这责任 对吧 成了这个造谣传谣了 所以咱们这既然是样力数据 你反正知道那上面都是字啊 只不过现在我都用马赛克给他打掉了 前面呢是对应那些新闻的这个机构 这里有一个这个你看他有一个提示啊 以上内容仅为随机生成的实例 不代表任何真实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内容 我觉得这个提示是很重要的啊 也是很必要 那么他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给咱生成了这些行 我要一百行内容 他生成了好像也就十几二十行吧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每次的输出实际上都有一个限制 他是有一个他是有一限定 那么在这个限定的情况下 你要一百行 可能他那个token数就是生成的那个字数已经满了 所以没有办法就显示不全 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对吧 我们可以让他继续生成 你看我直接写 我说接着输出csv的后续内容 直到完成一百行 这个我想的是挺好 但实际上还是做不到 因为你想他一样能给你输出这个二十来行吧 那怎么可能第二个给你能生成七十多行 然后凑一百不可能 所以啊他第二个生成的虽然稍微的多了一些 但是我算了一下 加在一块吧 五十行 但是对于咱们做一个这个抽取啊 我觉得五十行就五十行 够了啊 够了 所以我就新建了一个文本文件啊 就是一个纯文本就行了 然后我给他起名叫做news.csv啊 就因为他就是一个新闻的这个东西嘛 我给他叫.csv好了 到现在为止啊 咱们是这个没有忘了真的去写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个数据任何的一个字啊 但是数据我们已经有了 哎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刚才那些都给他贴进去啊 有的没没写完的那个部分都把它删了啊 反正最后就剩下这个大概是五十行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哎 反正这个数量不是关键啊 只要有几十个咱们来做这个样例就好了 好 咱们现在有数据了 有数据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描述性的统计 虽然呢 这个发文机构这个情况全都是我们自己编的啊 但是呢 既然有了不同的这些这个这个这个机构 那我就来看看每个机构在咱们的数据集里面 他发了几篇新闻啊 我们来做这么个事 哎 我还是啊 我不写代码啊 不是我不会写啊 这个我教这个的 但是咱们今天演示就是让你不用自己写啊 让这个ChatGBT做啊 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个特色啊 我说你给我写Python Code 读取上面的CSU文件 注意啊 我可不是再去描述一遍CSV文件都包含什么 我直接因为这是对话嘛 刚才你不是给我生成一个CSV吗 读取就是刚才的这个CSV文件 并且统计每一个新闻机构发文总述 然后做出柱状统计图 实际上你写到这儿他就可以给你干了啊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个他Python做可视化有各种各样的统计软件包 这里头呢这个绘图功能有各种各样的 我比较喜欢PLOT9 因为什么呢 它是跟这个R语言下面的一个叫做GGPLOT 它是同样的语法 我原来使用R的时候对这个软件包非常熟悉 所以我的偏好就希望你给我按这个来做 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你对某些的软件 你之前有过一些使用经验的话 你指定他用这样的软件包去做 这个如果后面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自己就可以进行除错了 对吧 你熟悉哪个 你要求他用哪个 这个对你是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我在这里 我指定 我说最好用PLOT9软件包 换句话说 你如果不会用 我也就忍了 对吧 你看他会不会用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里面的第二句 就是fromPLOT9 import everything 就是他把这个东西给他 这个这个给他弄进来了 好 那么我现在这里头啊 这个就他按照我的这个要求 去做这个相应的统计 注意这里面全都是用这个PLOT9里面 GGPLOT命令 让他来去做这些事 好 那我们来继续 这个他除了给我们这个代码之外 还给我们对刚才代码 当中啊 各行语句都分别给我们做了个解释 告诉我们这里这些语句 他分别在做什么 你看多好 他实际上不是说光把你光把这个事啊 替你办了 他还给你讲 哎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要这么写 哎 这里面都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啊 所有这些他都给你讲解清楚 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啊 这个不仅是 哎 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哎 你看这个是不是成为你个人的一个这个私人的助教啊 我打第一次看见这个 ChatGBT 我就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AI助教啊 哎 这个也是他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样的他给我生成的这个代码 我直接的贴到一个IPYNB文件里面啊 然后作为其中的一个代码块 然后我去运行啊 这个贴进去之后不加修改啊 不加修改 直接运行啊 当然了 呃 不出所料的就出问题了 这个他这里面给我一通的warning 大家注意啊 warning是什么意思 警告警告啊 他不是报错 所以他依然会继续执行出结果 我们来看看结果 我们不是让他做图吗 好 图做出来 你看这里的横坐标代表的一系列不同的这样新闻机构的名字 然后他这里还有这个index来描述这个相关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啊 然后他的这个纵轴 这我们一看就知道 大概是他发表的新闻的这个篇数啊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数据集里 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把它加以区分啊 这些我们看着都挺好 但是我们这发现一些奇怪的玩意儿啊 这什么东西 一堆方块啊 这也有啊 还有就是这 这是什么呢 哎 我们觉得跟刚才的报错信息有关 我们回看一看那报错信息 他的提示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font 都是这个字体 也就是说现在他在这里出现的这些方块 本来不应该是方块 他应该是有含义的字 只不过因为字体的原因显示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中间过程都给大家想想细细原原本本的展示 因为这才是你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编程的这些基本的这个原理和技巧 然后你使用chatgbt帮助你去写代码一定会遇到的问题啊 如果你这中间全遇不到 那只能说明你运气好 大部分情况下 第一次生成的代码是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体现在现在这种非常基础的问题上 你的这个字体有问题 所以没法正常显示这个字啊 这怎么办 这个很简单 我们接着找chatgbt啊 我说哎 刚才这个图里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刚才我们给他的指令的时候 生成cse文件 我们看他不自己贴的吗 我们知道那里用了中文了 所以我就知道那应该是中文啊 你把那个中文这这些字啊 在这个图片当中给我正常的显示 哎 你看他直接的就 我就告他这一句 我可没有再把前面跟他重述一遍 那用不着 因为什么 他对上下文都能有记忆 他就跟着刚才的这个上下文往下走 他怎么给我做的啊 他马上就在上面告诉我 哦 要处理中文字符 你得在里面使用中文字体 他说 如果你现在系统当中已经安装了黑体啊 那么你现在这就是修改后的这个代码 那我觉得黑体好像是一个常见的字体 因此我觉得那行 我把这段考下来 我还是回到IPYNB文件里头 我新的一个代码块粘进去之行 大家猜猜这个结果怎么样 这个结果是报错的比刚才还要长 这个而且一看就是我们刚才指定的这样的一个字体啊 这个也就是说黑体我们认为这东西肯定有必须有一定要有啊 但实际上真没有啊 然后就就报错 报错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哎 这个结果跟刚才一样啊 白折腾 哎 这这怎么办 对吧 那我就得来这个把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错误提示重复多少遍 我就把这个直接往里啊 我非常这个气愤的问XGPT啊 提示说这样有一个错误啊 如何解决 听着像这个像这个甲方提这个新的需求啊 哎 如何解决如何解决 然后这个XGPT就来给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XGPT的回答是 如果在Windows系统上啊 使用这个出现刚才我们这个报错的时候 是因为Metplotlib啊 库中没有找到该字体 在这种情况下 123456详细的步骤 他给你列在这 对吧 哎 你看了以后是不是很感动啊 这非常的详细啊 我呢 是不是也感动了呢 我没感动啊 我直接又给他提了一条 我说我用的是MacOS 这个你给我讲了半天 Windows下怎么做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我用的是Mac啊 你那个Windows下那些对我来说没法用啊 然后你看看XGPT怎么回答的 XGPT说啊 如果在MacOS上使用什么什么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这时候你注意 他给的123 哎 这样的步骤里面 那些内容全都发生变化 全都发生变化 因为什么 那么不同的系统遇到同样的问题 他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这点我觉得非常好啊 现在我们就有了在MacOS下怎么样来安装这个SIM黑这个字体 但是大家知道我是个懒人 对吧 所以他告诉我123456你去这样的来处理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对吧 我其实就是上面缺了个字体 你让我用SIM黑 对吧 然后我用了 又不行 你告诉我 得这么费劲 才能装上 我干脆 我也不费那劲了 我怎么办呢 我说呀 我不想装啊 我想使用已经安装的其他字体 可是我不知道 我都按了什么字体 对吧 你去给我 告诉我 怎么查看 我这个 在程序当中 可以使用的中文字体 都哪些 你告诉我 该怎么弄 对吧 然后呢 这是他给我的恢复 他说 你可以运行这第一段代码 就能够看到你这个系统当中 已安装的中文字体 有哪些 那太好了 对吧 我省得去装一个新的了 马上啊 我就把它粘贴到我的这个 这个IPIMB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你看他这上面还给咱注释呢 刚才其实就有啊 只是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他这个不光是给你那些语句 让你运行 这还有注释 然后呢 底下还有这个详细的这样的说明 说实在的 你要拿他来学编程 我觉得挺好的啊 然后我们来执行 看看怎么样 这是他给我们一堆啊 系统当中可用的字体 我不是对每一个都感兴趣 我找到了这个 这个名字很怪啊 LXGW 这是一款什么呢 这是一款这个开源的字体 而且这个字体很好看 我好几次在我的这个Obsidian呢 还有其他的这些应用程序里 使用这个字体之后 做了视频 很多小伙伴在底下留言问我 说老师用的是哪款字体啊 今天咱们统一说一下 就是这款啊 叫做LXGW 文凯啊 然后这这个 当然这里加了个bold 代表它是这个粗体 黑体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决定来使用它 但是我怎么使用它呢 他后面给了我们一些这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 我不想那么用 我就把这一行考下来 我说刚才那个结果里头啊 连刚才那个我都不用说 我就说结果里面有 就这一行我考进来了 我说他说有这么一个 我想用 请问该如何修改前面的代码 其实我是想让他告诉我呀 刚才那里面的哪一个 哪一句或者哪一段替换成什么 但是他给我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没有给我哪一句的替换 而是把刚才那个程序 整个给我写了一遍 那好啊 对吧 咱也不用去这个针对性的去替换了 copy code啊 然后在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解释啊 就说这个怎么来使用的 这个你要不感兴趣的话 就不用去这个专门的看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他给我们的新代码 我们还是把它贴进来 作为一个新的这样的代码段 然后我们去执行 这时候你看到 刚才看到的那些方块 在此处都已经变成了这个汉字 而且他的字体是跟我们指定的完全一致 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啊 前面有几个大写字母 然后是这个文凯啊 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字挺好看的啊 虽然这张图里可能字比较小 大家可能不太有这个直观的感触 但是很多人看完这个平时我用的一些软件 还是挺喜欢这个字体啊 也推荐给大家 好 刚才我们介绍了 我们生成了一个虚拟的数据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最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描述性统计啊 就是机构的这个发文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事 就是我们的正题叫做主题挖掘啊 主题挖掘 那我写的也很直接 对吧 就告诉他 我说使用LDA LDA是这个做主题挖掘的一种方式啊 指定了他 这个就可以避免他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做这个主题挖掘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多种这个形式的 但是呢 LDA他的这个 哎 可视化其实比较好看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他 我说使用LDA 对新闻内容概述一栏啊 这全都用中文啊 进行主题挖掘 选择合适的主题数量 并且对结果进行可视化 这就是咱们的要求 这在以前对应的 就是我那书上的那一章啊 这个这个来做这个事 然后你一句话告诉他 呱呱呱呱呱 就把这个代码就给你这个列出来了啊 他说下面啊 是这个的iPhone实例 我们选择了六个主题 作为主题数量啊 我们选择六个主题 然后这是他的对应的这个代码 下面依然有代码的详细解释 啊 我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在这里计算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的 最后可视化 我用的是什么 所有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给你写在这里 考进来吧 对吧 考进来执行 哎果不其然 又报错了 又报错了啊 这里面他提示啊 我们当然可以看这个 这个其实英文的意思很 很明显 对吧 那就是有一个文件的找不着啊 要在以前呢 你就得上stack overflow啊 上知乎啊 然后搜索 你请自己搜啊 以前是这些办法啊 或者是这个抓着个老师就去问 对吧 但是现在啊 不需要 不需要啊 我说报错了 哎 报错了 哎 啊 file not found error啊 然后这个no such file什么 我完全就往这一抄光放在这 我的意思 哎 你写错了啊 自己看着办 然后他说 哎 这个错误是因为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解释的没错啊 该文件是停用词的这个列表 也没错啊 他说可以使用自己的 也可以从互联网上下载线程的 不拉不拉不拉 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上网去搜 找到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这个 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怎么怎么样 但是 但是 对吧 我们是个懒人嘛 对吧 这这怎么能自己去上网去去去搜呢 干这样的事 对吧 这这不这不符合懒人的这个习性啊 所以我是怎么办呢 我说嗨 对吧 就像我们平常呢 有同学经常说 老师给个模板吧 老师给个样例吧 对吧 我也一样 这IGPT啊 这stop words 这RTXT 给我来个示例吧 对吧 能用就行了 这是结果 他做了一个停用词的列表啊 然后这个 按照他的这个标准格式 放在这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把它考进来就完了 对吧 但是呢 他还专门的提示一下 说 哎 在这上头你可以添加删除或者修改适应需求 但是注意你要使用UTF8编码啊 你看这考进来了啊 文件也存成这样文件名底下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UTF8啊 完全符合这个要求 出结果了 他在计算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困惑程度啊 困惑程度 perplexity啊 来计算它 计算它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从左上到右下的这样的一条线啊 然后呢 这里说啊 我们使用六个主题 然后呢 这里面一致性的这个得分0.22啊 哎 我我知道有小伙伴这时候想说话啊 先别说 先别说啊 这个咱们是这个不要提前揭秘啊 反正现在他给了我们这么样的一个一个数值啊 我们先来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要求给完成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来着 我想让他给我把这样的一个LDA分析的主题的结果 把它展现出来 要做可视化的可视化的结果 这里面他是用一到六啊 因为他找六主题 一到六的编号在这些圆上 然后呢 你把鼠标悬悬在不同的圆上的时候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应的他的那些主题的描述词 在右侧来展现啊 我们来看看这里头 这个就是你悬庭到哪一个主题上 然后他就给你展现这些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实际上啊 这些年我这个给这个期刊审稿的时候啊 国内国外都有 好多人基本上放到论文里的也就到这儿了 也就到这儿了啊 但是如果你只做到了这样的话 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刚才我不让小伙伴说话啊 现在你谁要是这个明白怎么回事 现在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啊 你可以说话了啊 刚才我不让你说 现在你可以说了啊 为什么 因为这里头实际上他在处理的步骤上是有问题的 你看最后的结果都给你显示出来了 但是你可以不明白这个编程的事儿 但你总得了解一下这里面 包括这个LDA一些常见的这样的注意事项 这些注意事项下面咱们来看一看 这事不是玩事大吉呢 刚才我们说不是 因为有一个问题 主题数量是怎么确定的 刚才他一直说我选六个主题六个主题 可是为什么你选六个主题 我依然的去问ChatsGPT啊 这叫解零还需记零人 我说主题数目啊 你是怎么确定的呀 你把它给我详细的 用最简明的英语给我展现出来 这是他说的结果啊 当然了 如果你后悔了 你说哎呀英文啊 对吧 没事 你可以告诉他翻成中文啊 这东西就对应着翻译成中文啊 但是咱们现在看到他这儿 他说这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角度 这个都没有问题 对吧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困惑程度啊 包括他这里说这个 领域专家的鲜艳知识等等这些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真的用了吗 对吧 直接在程序当中 他就写着说 你给我拿六个主题来分 也就说你压根你没用啊 对吧 所以我这里 我先得咱们假装是 咱们不明白这些啊 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去追问 追问是什么 我说那你刚才这里头 对吧 你算了一个 他的叫做一致性的得分 请问这个得分 你是怎么来算的呢 他就给你讲这个得分的计算过程 如果你把这些看完 你马上就会明白一个词 他计算得分之后 并没有利用这个得分 去帮助他来确定主题数 他没干啊 但是你说 假如说现在我对程序一点也不明白 对吧 所以这个并不能对我有帮助 没关系 接着问啊 那你说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 对吧 你那个困惑度的分数 你是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的 他又给你解释了一头 对吧 但是我们发现 不管是困惑度 还是一致性分数 最后都没有真正拿来来决定这个数 那个数他给我写死在里头 那好 我现在就拿这张图 我继续的问他 你给我展现了你对不同的这样的这个类别数量 你都算了这个困惑度的分 那我问你 那你怎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图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分数 他又给你详细的讲如何用他来解读 你要认真真看的话 我觉得现在你对于这样的一个LDA啊 已经基本上对他的大部分的这个知识 都有了一个比较概览性的了解 不能说深入啊 但是用来做一定的这样的任务 应该是比刚才要这个清晰很多了 那现在我我就直接问他了 对吧 咱们跟他也周旋半天了 后来我就直接来问 我来问的是什么 你这里把他直接的这个数量给我写成6 为什么 我直接就说为什么 我说你难道不应该使用你刚才说的那些分数来帮助我去确定这个主题数量吗 然后我批了他一通 这可能当老师的这个这个职业病啊 先批评啊 哪做的不对 然后告诉他 好 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改你的代码吧 然后呢 他不跟我矫情啊 首先就告诉我 你是对的 这刚才这个批评 他这个接受 然后更新了代码 更新了代码 这是他整体的这个代码的这样的一个更新 非常长啊 然后底下还有这一些新的这个说明 我不管你的说明 有代码就行 是吧 拷贝 粘贴 执行 因为看到这次跟刚才不一样的是 刚才的那个过程 他只给我画了一个图 现在他对于没选择一个主题数量 都给我计算困惑度分数和一致性分数 然后这次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确定啊 这样的一致性分数最高的这个位置 在这啊 他要确定他对应的差不多是三 差不多是三 于是他给我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就是三 你看他这个鞋呢 三个三个主题 这就是他现在给我们出来的一个新的结果 这次他真的是拿他那些计算的这些指标 拿他来帮助我们确定主题数 而不是一上来就给我们直接指定 那这个差别还是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注意到现在的这样的主题描述词是有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来有问题呢 你看这里头 to 对吧 in has is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那些他并不能够去描述主题 因为你在哪都能看见他们 这些词恰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停用词 就是不应该出现在你最终的这个分析结果当中 去描述主题的词汇 你说一个主题啊 有the 有to 有in 有has 来描述他 他是啥 他啥也不是 对吧 所以这些词出现在这儿是个错误 也就是说停用词是没有正确去除的 这怎么办 好办呢 对吧 谁 咱不去自己动啊 还找他 我说啊 这个 那个newsdale csv啊 你刚才给了我一堆停用词全是中文的啊 我知道对这英文的肯定不管用 对吧 我说他是英文的 你能不能给我拿这个英文的停用词 来替代中文的停用词啊 把那个代码给我更新一下啊 那是很非常的理智气壮的啊 让他去改代码去 这是他改的结果 你注意这次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他的这个stop words不再是从一个文件当中去读 他也不去再给咱们生成一个英文的那一堆词 他直接使用了一个包叫做nltk 这是一个自然语言处理里面最常用的一个python软件包 他里面就包含了啊 这个英文的这个停用词直接拿来用 直接拿来用啊 好 那既然有这个了 我们再看看结果啊 当然了 这里还给我们说了一些解释啊 不看不看 对吧 咱们就只要求你给我这个结果给我弄对了 这一次再计算的时候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停用词去不去 你看到就是连他会形成多少个主题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一致性的高点出现在这个位置 对应下来差不多是五果然这时候best number of topics五啊五 然后这五个 我觉得这个从他的这个圆的大小上来讲就比刚才好得多 对吧 一上来的这个六个和后来的三个都有那种特大特小 这几个分布的让人感觉比较均衡一些 当然均衡未必是对的啊 你好比说人家本来就是50篇里面49篇体育啊 这个一篇讲军事的对吧 这个这个你把他这个均分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那就应该有大有小 但是咱们刚才生成的那些新闻本来就是随机的啊 所以他们这个均衡一些我觉得更有道理 然后这个时候也有每一个主题他相关的描述 我在这里面有一个错误不知道大家看都没看到 这里有一些标点混了进来 就是逗号句号这些东西 当然了这些你可以把这些要求跟CHPT接着题 你如果标点符号给我去掉 他会把这个事帮你搞定啊 我做到这一步我就没有再继续的去去这样去做 因为那样的话 这个讲起来就太长了 然后咱们来做一个小节啊 做一个小节 你说今天咱们编程了 咱们编了 对吧 这个这个程序咱们有这个好几十行代码呢 对吧 真编了吗 其实没有一行代码是你自己去有字一字去敲 也没有一行代码是你自己从网上拷贝粘贴过来 这个就是从别人的那个材料里头 别人的样例里面弄过来 都是CHPT直接给的答案 我们去拷贝进来 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有同学说节省什么也就中间一会儿一个错 所有的出错你是怎么处理的 你是把错扔给了CHPT 他去帮你更新了代码 是这样的啊 你你现在没有对比 可能你觉得咱们现在用了这样的一个 讲那么长时间 咱们用了半个小时 这个做这些东西 你觉得时间很长 你去问一个 这个他们自己好比说以前非IT专业 往往戏称自己为文科生啊 你问问这些同学 他们当初学这样的数据科学应用 在拿Python来解决这一类的实际问题的时候 他们所花费的时间 他们所遭受的挫折 你你你你你问问他们 再来对比 我觉得这样才是这个比较公允的这样的一个对比衡量 对吧 你你你光在这听 真麻烦 这东西麻烦不麻烦 是要比较的啊 然后你会发现呢 因为CHPT有一定的讲解能力 就是他每次不光给你代码 他里面有注释 后面还有这个对一些这个语句的关键部分给你讲 你还可以要求的进一步的展开 这就是刚才说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助教 不仅能够帮助你这一次把这个问题快速的解决 短并快 而且在将来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该到哪去定位 如果你自己想深入进去的话 也可以通过他来学习 哎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有的时候他会错误的理解你的要求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你只要纠正过来 然后让他去修改代码 OK 这就是我们现在和他的这样的一个交互 我在这里想再补充一句 就是要注意举一反三 有同学看我做的那个爬虫那个那个视频 说你举的那个例子 你们学校的网站 那我没兴趣去爬对吗 你为什么不举一个啊 更加这个通用的 例如说什么经济数字 这样的一些网站 对吧 这个我我我感兴趣啊 或者股票的数据 哎呀 举一反三嘛 对吧 这个是学习的能力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不是说这个例子就符合你的要求 你能够把学来的这种 如何和ChatGPT交互的知识 应用在自己的任务上 这才是你真正学会 这个好 那咱们今天关于ChatGPT这个编程的 这样的一个介绍 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这个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这个下次啊 有新的主题 到时候再分享 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 欢迎大家 这关注我的这公众号 以便能够及时的获得咱们的这个直播通知 好 那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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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